还有的时候吧 你看我朋友上我们家吃饭 你说我不是厨师吗 我不是做点饭 两个人 三个人 说到我们家喝点酒 然后有一次吧 我朋友到我们家喝多了 他不都吐了吗 就没来得及上卫生间 都吐地上了 他就不乐意了 又说我扰民 又说把家造门的特本墨迹 我说没事 我说我收拾 对吧 我带朋友我收拾 他非得让我给人家轰出去 人家毕竟喝多了 对吧 我说我不轰出去 然后他超级板凳都要航人家 打你还是打朋友 打我那朋友 那我超级板凳航人家 人不吓跑了吗 他要喝多的话 当时我那朋友都吓了 鞋都没换得跑了 穿着拖鞋都跑了 他要真的喝多 他会是吓跑吗 咱们看人吐了 我跟你说了多次 我让你赶走 你不赶走 家里还有孩子 那么吵 咱们这么说 要你的朋友来咱们家 我让你轰走 我不喜欢他 我让你轰走 你轰过后 我不可能那么晚 我最起码我有份次 不能那么晚 我都问你 他是经常带婆婆去家里喝酒吗 有几次 就是偶尔几次 因为我不特别喜欢 他们那些朋友 他那些孤鹏狗友 除了抽烟喝酒 就是吹牛 不是 我都不 狐鹏狗友 我的朋友叫狐鹏狗友 那你的朋友叫什么呀 那本来就是吗 那是我的朋友 你的就是狐鹏狗友啊 跟你找了什么工作呀 大老远的好几天回一次家 你回家干啥了 你回家都想喂我鱼 连关心我都不关心我 当时吧 离家比较远 我都跟他打电话 我说他这个班比较远 我说我都不回来的 我说我的鱼呢 你帮我喂喂 就给饿死 嗯 他都说了 我不管 你鱼爱死死 爱活活 跟我没关系 那我不是想吓吓你吗 那对啊 你回来就喂了喂鱼吗 你不喂 我就想让你多回几天 多陪陪我 不你不喂 我可以回来喂呀 对吗 所以呢我都两天三天一回来 我都喂喂鱼 有一次吧 嗯 我回来 我发现家里的 关于他的东西 都没有了 嗯 都不见了 我当然也给打电话了 他说他回老家了 回娘家了 嗯 他把东西都拿走了 怎么了呢 他瞅我不回家 对那你不回家人家可以走啊 是 你个人不好 干嘛跟你耗着呀 你的鱼比他重要吗 对就是鱼比我还重要 当时我让你喂鱼 我都没这事了呗 他要喂了鱼 你连人都看不见了吗 是我 他等于拿鱼做个人质 每两三天能见你回老公 要是他把鱼喂了 老公也看不见了吗 是这意思吗兄弟 是是是 那不就直接说吗 所以人家回家怎么了呢 不是我当时有点生气 你知道吧 气啥啊 我都看 床底下不有存款单吗 啊 存款单不见了 然后我又打一会儿问他 我说存款单 是不是你拿走了 他说是啊 对是我拿走了呀 你拿那 你本来也不在乎我 我干嘛呀 你拿存款单干什么 你回家的回家 你拿存款单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